悟空实在是太能吃了 现如今又多了一位克林 于是鬼仙人想到了一个法子 既能指导两人修炼又能赚到伙食费 于是鬼仙人来到了牛奶配送站 让悟空和克林一人一箱配送牛奶 并且要求两人一跳跑的方式配送 悟空的体力还算不错 克林就显得有些吃力 很快就来到了第一站 紧接着是第二站 然而距离配送完成还远着呢 这部鬼仙人又多了一个鬼点子 让悟空和克林要着一颗颗大树炮 悟空身在其中不亦乐乎 反倒是克林已经累得不行了 于是又想到了浑水摸鱼 结果却被鬼仙人逮了个正着 吓得克林以后不敢再这样了 很快就抵达了第三站 克林的双腿已经远了 但是修行并没有结束 鬼仙人又来了一个更刺激的 克林看着眼前几千街的楼梯 没办法只能一步一台阶 悟空看开是还很重庸 紧跟在鬼仙人的身后 但是越到后面就越吃力 鬼仙人见状停了下来稍等一会儿 而悟空和克林还在半山腰 很快悟空也追上了鬼仙人 只不过样子就没有那份重庸了 听见鬼仙人说自己的爷爷损入饭 曾经也爬上这座山送牛奶时 悟空的动力又来了 随后克林也追上了鬼仙人 还没休息又开始爬山 终于悟空和克林两人来到了山顶 成功的将牛奶送达 可舒瓦说上山容易下山南 悟空和克林走在独木桥上 稍要不剩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随后又漫步在赤肉的沙漠里 紧接着又是飞流直下 山群里的步步边缘 脚步不稳将未被急流重走 刚上岸就被一只恐龙追赶 一天下来已经累爬下了 然而这样的修行夜复一夜 这天鬼仙人又想到了新品质 山羊来到一片辽阔的坑地 鬼仙人和农夫商量之后 悟空和克林开始出地 结果鬼仙却要求只能用手不能用工具 只见悟空和克林比农家里的老牛还厉害 固有三个臭皮匠顶个竹葛亮 现有悟空和克林顶六只老黄牛 没过多久一遍辽阔的坑地就被坑好了 而悟空和克林已经饿得不行了 回到鬼仙屋 南奇已经准备好一桌美食 没想到克林的一个举动 让一旁的南奇打了个喷嚏 导致金发南奇的出现 还没开吃一桌美食就被子弹吃光了 于是悟空和克林一击龟仙人三人 只能下馆子饱餐一顿 没想到悟空的一个喷嚏 直接把克林和龟仙人吓得有了阴影 随后龟仙人开启了教学课程 对于修行和战斗 悟空很有兴趣 可要学习悟空就想打瞌睡 很快又到了午餐时间 悟空大碗大碗的吃着 只有克林和龟仙人看着脸色吃饭 南奇的岩形橘子 都牵动着克林和龟仙人的神经 吃完午餐后 到了享受午休的美好时间 随后龟仙人来到一个工地 和包工头商量 让悟空和克林来打工 并且和包工头商量 要一人三份工资 包工头一天刚开始还没有答应 结果悟空和克林卖力的干活 来来回回让周围的公园都干呆了 这效率还是人类能办到的吗 即便是机车都不如悟空 光靠悟空一人就顶得上三辆机车了 包工头此时已经被震惊到了 在悟空和克林的双剑合臂之下 其他人都可以去休息了 只见大车都还没走完一个来回 悟空和克林就已经往返好几次了 装车的速度是别人的三倍 而克林像打了极数一样 疯狂地挥舞手中的锄头 硬是把锄头都给敲断了 龟仙人和包工头都被吓坏了 直接答应给六人份的工资 这天到了测试力气的时候 只见龟仙人双手就能推动眼前的巨石 却依附很吃力的模样 没想到悟空很轻松将巨石堆动几十米 这样龟仙人显得很是尴尬 于是找到一个更加巨大的石头 这下子悟空终于没法堆动了 于是悟空和克林进行了下一步修行 让悟空和克林到湖里练习游泳 单纯的克林以为很简单 没想到湖里居然有条大鱼 害得悟空和克林朝着岸边快速游去 没想到岸上有一只大恐龙 害得悟空和克林又回到了湖里 结果又遭遇大鱼的追看 还真的是前有龙后有鱼啊 好不容易脱离鱼口 龟仙人又开始自己的鬼点子 用绳子绑住悟空和克林 自己去捅了树上的马蜂窝 害得悟空被马蜂包围 却因为绳子被绳子捆住了 导致悟空和克林只能在绳子范围内来回跑 转眼见悟空和克林满脸的大包 夕阳夕下一天的修行也到此结束 很快太阳从东边升起 悟空和克林开始了一后一夜的修行 而这些修行都是刚开始结束的 从早上的送牛奶随后走独木桥 又是被拱龙追赶 紧接着又是被大鱼追赶 到了中午又帮农夫耕地 到了傍晚又去包公头那大铃宫 很快八个月的修行即将画上句号 终于到了检查修行成果的一天 只见悟空来到曾经的大石头面前 双手发力居然能移动巨石 轮到克林的时候也成功了 看来这八个月没有白费 于是鬼仙人让悟空和克林把龟壳脱下 悟空和克林瞬间感觉到身体很轻盈 随后悟空和克林一跃而起 没想到却可以一跃前仗 悟空和克林完全想不到 自己原来已经这么厉害了 于是悟空和克林的修行之路正式告了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参加天下第五大会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